接下来我要讨论这几个函数的Maclaurin series 事实上是Maclaurin series 因为我就对X0等于0的状况给它展开 那在做这个Maclaurin series之前 我要弄一个小Lamma 因为好几个地方我们都要用到的 很简单 是这个样子 C是一个时数 是一个limit的结果 就是C的N方除以N阶乘 这个limit是什么 OK N阶乘分之C的N方 这个limit呢 你给它展开一下 它是等于limit 是我在下面写吧 它是等于limit 就是1234一直到N 那分子呢是N个C 是固定的 但是你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呢 下面就N加1 这个也是C N加2 这个也是C 是这样子看 所以这个分母到最后就是 比分母要 比分子要来得大 对不对 所以非常直观的 你要猜的话呢 这个limit就是0 OK 那有一些办法就是说 书上呢 给一个办法就是说 当某一项之后呢 这个C呢 这个N只要够大的话呢 这个是小于1分之1 所以你每次1分之1 2分之1这样子下去的话呢 就会将这个东西面成0 这个是一个证明的方法 那我喜欢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将它看成是 series 的 看成是极数 如果看成极数的话呢 我们考虑这个极数 就是 CN 一个收敛极数 它的像 就是去向0 所以我只需要证明 这个极数是收敛 那这个只是收敛啊 我就racial test racial test 就是我的 an 绝对值 除以 an加1 像 跟an像 的比例 那 这个 应该不难看 它就只等于 C绝对值 除以 n n加1 好不好 而这个是去向0的 当an去向无穷的时候 对不对 那因此呢 这个 series 就是收敛 converge by 我们的 熟悉的 racial test 那 既然series收敛的话呢 这个sequence 那个尾巴 就是要去向0 这个像呢 就是 CN 除以N阶层呢 就是要去向0 那就 我就做完了 这个 这个lemma 有了这个lemma呢 后面的东西呢 比较好讨论 那 我的第一个 要讨论的 就是ex 我的x0呢 在这里呢 都是0 我讨论这个 这个很好 很好办 因为呢 我们的n 你的ex呢 怎么微分 怎么微分 都是ex啊 微分n次 都是ex 那 然后呢 你带0进去 就是1啊 那所以 我的 这个 这个 tele-expansion tele-expansion 呢 是说 我的ex呢 就会是等于 第一项 1的零方 它就是1 再加 它的f'0 也是1 乘以x 再加 f'0 除以2 接乘 x平方 加加 加到 n 接乘 x的n 方 不是这样子吗 好 那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 这个所谓的 余向 余向呢 就是 1的c 方 然后就是 第n 加1 接乘 x的n 加1 方 好 那这个就是 我的 ex 我写的好一点 ex就等于 1加 x 加 x平方 除以2 阶层 加 x三方 除以3阶层 一直到 x的n方 除以n阶层 这个就是 那个 Taylor 第n阶的 Taylor Polynomial 那 它的余向 是 是 f的n加1 作用在 c里边 按照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 写法 就是 1的c方 除以n加1 阶层 然后 x-x0 的n加1 次方 好不好 好 那 所以 这个就是 我的余向 如果 这个余向 对于每一个x来说 都去向0的话呢 那 我的 这个Taylor series 就对了 是不是 所以 现在 我是对每一个x的 我的 R 0的n的x 就是等于 我的 我的1的c 除以n加1阶层 x的n加1次方 它的 绝对值 就是这个绝对值 好 你有这个c c呢 我们当然知道 定理告诉我们 c就是0跟x之间 存在 c between 0 and x 对不对 是的 以下的东西是对 那 就看x正还是负了 如果x正的话呢 它就是小于 1的x方 是不是 这个c 1的c方 是小于 1的x方 如果x负的话呢 它就小于 1的0方 就是 c小于x 大于0 or c小于0 大于x 是这两种状况 所以呢 我说 它 就比这个小 或者是 比这个小 1的0方 就等于1 那因为1呢 是一个地震函数 那我就说 取两者最大 事实上你当然可以分case x大于等于0 跟x小于0 那反正呢 1的c相呢 就是小于这个 然后剩下来就简单了 就是x绝对值的 n加一次方 除以n加一次乘 那这里要重要的是 哪一个是固定 哪一个是在变 我是说 x固定 n在变 我们是固定x以后 看 那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尾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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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右边是基本上 多上去的尾巴 是不是趋向0 x固定的 我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趋向0 那所以 x固定的话呢 这是有两个数 可是呢 x固定 我比较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固定的 这个是个常数来的 而 麻烦的地方是 x的n加一次方 x可能是一个大数 它可能是100万 我这个x 是任意的一个数 可是 如果x100万 我这里可以一照啊 我这个n可以一照啊 我对着x来说 那 我刚才的那个Lamma 完完全全就是这种的状况 这个小c 就是我这个x 就是我这个x 那 当n大的时候 它还是要去向0 而这个是个常数 所以 x可以很大 可是 我的n是 变化的 我比你更大 所以 就去向0 对不对 那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我们就有 对于所有的x在R里边 我的ex呢 就是等于 x的n方 除以n接程 0到5重 那这个就是 Maclaurin series for for e x 对不对 那这个逻辑要想得通哦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有问题的 因为 有一个n 有一个x 都是某一种意义 都是变数 OK 那另外 sin的 nfx 是维分 如果你维分了以后呢 维分一次 就是cos 再维分两次 就是负3 再维分三次 是负3 再维分四次 是回去正3 那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这边哦 我们来到 来到左边 就是这样子的循环 那 然后 你这个循环呢 你带0进去的话呢 是 这个是1 这个是0 这个是负1 好 当我带这个0进去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所以 我的 sinx这个函数呢 它的 对照的 Taylor Polynomial呢 是等于30 那个时候是0 然后 好吧 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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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第一项是0 sin0 然后接下来呢 是cos0 它的维分 除以1 乘以x 是这样子 然后 接下来再维分 sin0 那个 除以2 然后x平方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状况 好 那这个状况呢 出来 我想就应该是很清楚的 它是 那些 偶数次方的像 0次方 二次方 四次方那些像 都是涉及正负三零 所以呢 都没有 只有 只有奇数次像呢 是 有胜的 那而且呢 是一个 一加一减的 那个状况 所以 我们出来的 那个Taylor Polynomial呢 那你偶数次方是0 你的细数是0 就那个像就没了 好 所以 它是 1357 这样子去 好 那 它的通向呢 或者是它的 最后的那个像呢 就是 负1的 k方 x的 2k 减1 除以 2k 减1的 阶层 那这个 大概 我想我们都 都知道 那 好 那就再加一个余像 这个就是我们的 Taylor Polynomial for 这个 SignX 或者是 你加上余像的话呢 基本上是 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for SignX 那 是这个余像 你怎么去 去判断它 那我就说 就看我的n 是什么啊 如果我这个余像呢 n是2k 如果n是2k 像我的n都还没讲 事实上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 sorry n是2k减1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项 然后 这个就是余像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是怎么样子 n是2k 它应该前面 有一个0像在那边 那然后呢 这个是余像 2k的话呢 那个系数呢 是0啊 所以有两种状况的 在这里 你这个余像呢 我们有n等于2k减1的时候 你这个余像是什么 你这个余像就是 那个是所谓的 r2k减1的x 就是它的2k次方的微分 2k次方的微分啊 事实上就是正负的sine 这个是一次微分 二次微分 三次微分 四次微分 所以2k次方的微分 就是我的一个sinec 我拿绝对指正负号 我不管它 所以是一个sinec 然后呢 除以2k次的阶层 然后x的2k次方 一定是这个样子 绝对指 如果它是2k次方 2k次相的话呢 那我的r的2k呢 那个余像就是变成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rx就是这个东西 那那个是 就不是sine了 是cosc正负的 然后呢 是2k加1 我们整个 你这个是rn的时候呢 是n加1 所以呢 都要加1的 x的2k加1 但是无论怎么样子 你 所以你这个余像呢 你可以积偶数去看它 如果是g数的余像 g数 taylor-dotson-c的余像 偶数 taylor-dotson-c的余像 就是这个东西 而 都 都去向0啊 因为它是sine跟cosc都小于1啊 所以是 是这个 那k调一个的话呢 就调两个 那 我的lemma 如果是这个series 这个sequence 去向0的话 它的 基数之向 当然也是去向0嘛 是一个subsequence 它的all数之向 也是去向0啊 所以 这个当然是去向0啊 当k去向无穷 这个 也是去向0啊 当k去向无穷 是不是 那 所以我有 基数次的余像 去向0 偶数次的余像 去向0 那就表示说 我的rn 整个sequence 是去向0 那这个是前面 我们做sequence的时候呢 是 是 有讨论到的 哦 哦 这个是 如果没有记错 那sequence的 几乎是 几乎是 最后的 那个定理 对不对 而 x是什么 重要吗 都可以 任何一个时数 固定了以后 我这个余像 拉向无穷 一定要小 那 所以 我们的series 就出来了 这个sine x呢 就是等于 x的 2k 所以 这个通向呢 这个也很好记的 它跟 它跟这个 它跟这个 1呢 1当然好记嘛 对不对 ex 这是要记的 sine x 就是 1的 基数次项 对 那个 2k 减1的 这个 这个n呢 变成是 一个 基数次方 然后 前面呢 有一个 正负正负的 那个 状况 那第一项呢 是正的 第一项是正的 所以呢 这个k呢 取0开始 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叫加 从0到无穷 那展开出来呢 展开出来呢 就是等于 第一次 k等于0的时候 就是x的一方 然后第二次 第二个 就是k等于1的时候 就是减 x三方 除以3 加 那你对一对 前面的那几项 后面的 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要 2k加1的 2k加1的 那 所以这个是sine的 那同理呢 这里我不做了 我的cosx呢 它的余项也是 去向0 那它是等于 负1的k方 x的2k次方 它是 偶数次方的项 保留着 是1的偶数次方 保留着 那就是正负正负的 这样子去 所以这个也不难记的 OK 书上呢 事实上还有一个定理的 有关这些 Taylor Polynomial 我们还有一个定理 一个很简单的观察 那 如果我的x0 那我这里没有写得非常仔细 f是好的 然后 如果我包着一个 x0-r x0加r 那 then Foro x0-r 在这个 i-r里边 我可以把 x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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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 f0-r x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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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只要加這個條件進去, 這個 Taylor Series 就是 Conversion. The Taylor Series 就是 Conversion. 換句話說,我的 Fx 就可以寫成一個 Summation 的 N 階乘 X-X0 的 N 子方 從 0 到 5 重。 是這樣。 我們做了兩個。 當然我們的 1 Exponential 函數, 每一次微分在 0 附近, 只要 R 固定都是小於一個常數。 那 3 跟 cos 就更厲害, 每一個微分就是 3 跟 cos 是小於 1, 所以一定滿足這種條件。 所以他們都是這個定理的一個序论。 證明很簡單, 因為你要看漁項。 它是稀無窮, 所以你這個漁項, 把這個 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我這個 Fx 就會是等於 Tnx 再加這個余項。 而這個余項呢, 我都可以寫得出來, 就是 F 的 N 加一次導數 C, 除以 N 加一階乘, x 的 N 加一次方。 是這樣。 它是 x 減 x0 的 N 加一次方。 好, 所以它的絕對值, 就等於這個絕對值。 那就小於等於 M 的 N 加一次方。 這個就是 C 的微分。 那如果 X 在剛才那個 IR 的區間裡邊, 這個 C 是 X 跟 X 零之間, 所以也是在 IR 裡面, 所以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呢, 可以說是 R 的 N 加一次方, 除以 N 加一階乘。 好, 你弄一弄上階, 那就知道了。 它就等於 MR 整個, 就是這個, 當然是去向零。 好, 把這個, 我們的 5.2。 所以, 既然是這個樣子, 這個 Taylor, 這個 Taylor Series 就是要熟練。 那這個是一個一般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 剛才所做的這個分析的方法, 就是一個所謂的標準的方法。 那就利用那個 remainder term 來處理。 利用這個 remainder term 來處理。 那, 但是, 不是每一個都是這個樣子的喔。 這個 remainder term。 不是每一個東西都是這個樣子的喔。 現在呢, 就是有一些, 變調了。 譬如說, 是這個。 你發覺呢, 如果用這個, 這個微分 n 次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函數的微分, f prime,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它的1-x平方, 那有兩個負號。 它是1-x 的負一次方。 所以呢, 你微分, 在chain rule, 負負, 有兩個負號, 互相抵消。 那, 然後呢, 它的 n 次導數呢, 是等於 n 階乘, 1-x 的 n 加一次方。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 這個 n 階乘也蠻大的。 那, 在整個 expansion 來說呢, 它會跟分母呢, 有一個 n 階乘的消掉。 但是這個數呢, 當 x 接近 1 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些麻煩的。 所以, 結果呢, 我不是用這個 tele expansion 定理, 來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反而是用一般的, 一般的, 我們對這些無窮極數的了解, 去處理這個事情。 反而是比較簡單。 怎麼說? 就是, 這個是我們, 在高中的時候, 討論這個極數的核的時候, 這個幾何極數的核, 它是什麼? 1加 x 加 x 平方, 加到 x 的 n 方。 好, 如果是加到無窮的話呢, 可以是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是怎麼正的呢? 是這樣子正的。 右邊加起來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 我的 1 減 x, 我這個分子啊, 我通分五了一個分子。 我這個分子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而, 因為呢, 這個 1 減 x 弄這個的話呢, 就是 1 減, 然後再 1 加, 互相抵消掉, 它是等於 x 的 n 加 1 次方。 是 1 減 x 的 n 加 1 次方。 就是, 這個成績。 好, 這個應該不能看到。 但是我加回這個 x。 所以, 通分五了以後呢, 這個分子, 就等於這個 1。 所以, 這個等號, 就成立了。 是不是? 這個等號就成立了。 如果, 我固定 x 是 01 之間, 我固定 x 是01 之間, 我就將這個呢, 看成我的餘像。 哦, 那, 我這個, 我這樣子說, 我這個 1 減 x 扣掉, 我的 x 的 k 方, 從 0 到 n, 前面的, 就是這個。 事實上, 你小心看一看的話呢, 就是, 我的唯分, 如果在 Maclaurin Series 他說, 你帶 0 進去的時候, 剛好就是這個像。 剛好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 這個可以 check, 它是等於, 相關的 tnx。 就是這麼好。 那, 就是說, 現在我這個餘像呢, 用 rn 的表示法呢, 沒有那麼好, 反而是我用傳統的, 那個, 那個, 集合集數的那種方法去, 去導出來呢, 我將它看成就是, 我的餘像。 是這個。 OK。 那, 這個絕對值是多餘的, 因為, x 都是, 都是正數。 我再講一遍。 那, 我剛才說了, 這個等號是成立的。 這個等號是成立的。 那, 只要我的 x, 呢, 是在負一跟一之間, 我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的左邊, 扣掉這個, 這個, Taylor多相識, 就是會等於, 這個右邊, 的絕對值。 而這個右邊絕對值, 分母呢, 是固定的。 好, 是一個正數。 而分子呢, 就看 x 的, 那個號, 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而, 只要 x 呢, 是在負一到一之間的話呢, 這個, 這個絕對值當然就是一個, 小於一的一個正數。 那它的 rn 加一之方, 我們都知道它當然是去向零。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limit 的定理。 所以, 所以, 當 sn 去向無重。 因此, 我這個極數, 就要收斂到這個數。 而每一個 x 都對。 因此呢, 我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 limit 的, 這個又是我們一個常用的, 一個 case 0 到無重。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常用的。 而這個等號, 什麼時候等? 就是當 x 呢, 是小於 1 的時候, 就會等。 那如果我讓一個, 所以, 這個 x 絕對值小於 1, 如果我將負 x 帶進去的話呢, 就是, 我將這個 x 呢, 是帶成負 x 進去。 那, x 絕對值小於等於 1, 負 x 的絕對值當然也小於 1。 那我的左邊是什麼? 我的左邊就變成是 1 加 x 了。 而, 右邊的 series 呢, 就是負 x 的 k 方, 是從 0 到無重。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series, 那它是什麼東西? 我帶 0 進去的時候是 1, 然後, 減 x, 再加 x 平方, 減 x 三方, 一直, 一直走下去, 所以是一個, 就是一個交錯奇數。 今天最後一個結果, 我要看 logarithm 1 加 x。 那, 沒有這個那麼簡單, 我就跟數一樣, 我就將它變成一個定理, 是, 5.4, for all x, 大於 1, 小於, 這個是, 大於 負 1。 這個 logarithm 1 加 x, 就等於負 1 的, summation 負 1 的 k 方, x 的 k 加 1 方, 除以, k 加 1, k 是從 0 到無重。 好, 那相當於它是等於什麼? 它是, 我們帶 0 進去的時候呢, 就是 x, 第一項就是 x。 那它的, 它的那個, 事實上這個收斂半径, 大家都應該聽過這個名稱, 收斂半径就等於 1, 所以呢, x 等於, x 就不可能等於負 1 的, 因為 log 0 根本就沒有定義, 只要它, 避免呢, 這個 0, 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最大的就是 log 2, 那就是, 這樣子一個東西, 減掉 x 平方, 除以 2, 加 x 三方, 除以 3, 減掉 x 四方, 除以 4, 一直走下去。 那你這裡有一個 remark的, 這個,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數, 就是當 x 等於 1 的時候呢, 這個 log 2 的時候呢, 就是等於我們, 最經典的一個交錯技術。 一減 2 分 1, 加 3 分 1, 減 4 分 1, 一直走下去的。 我這裡呢, 就有一個 1, 在這個邊界裡邊, 好, 是這樣, 證明呢, 要用到, 這樣子的一個, 極數。 而且呢, 要分兩個 case來處理, 也沒有那麼反, 是怎麼說, 就是, 這個 2, 我再寫一遍, 2, well, 是這樣子的, 我的 ln 1 加 x, 我們大家知道它的微分, 它是等於, 它的微分, 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寫得清楚一點, 是這個樣子, 這個對 x 的微分呢, 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那就 imply呢, 微積分基本定理, 我的 1 加 t, dt 從 0 到 x, 好, 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個 ln x 大於 0 進去的時候呢, ln 1 呢, 是等於 0, 所以呢, 這個, 微積分基本定理。 好, 先微分, 後積分, 就是等於這個。 好, 然後呢, 我就, 利用剛才這個 2, 2, 2呢, 事實上不是 2 的, 我這個 2, 這個獅子, 我想還是不大對, 我不是用這個 2, 我用這個, 這個才是我的 2, 我用這個獅子來處理。 所以它是等於什麼呢? 它是, 我當然這個 t, 就是, 這個 x 呢, t 進去的, 所以它是 1 減 t, 加 t 平方, 減 t 三方, 一直, 就是, 負 1 的 n 次方, t 的 n 次方, 那再加, 負 1 的 n 加 1 次方, t 的 n 加 1 次方, 除以, 也不用寫那麼多了, 這個就是等於負 t, 負 t 的 n 加 1 次方, 除以, 1 減 1 加 t, 這個 2 呢, 這個獅子是, 告訴我們是這個東西, 然後, 我就要將整個東西呢, 從 0 到 x, 這個積分, 從 0 到 x 這樣子積分, 那這個是一個有現象的積分, 所以呢, 我的積分呢, 就可以走進去了, 那每一個都很簡單, 一個是 x, 一個是 x 平方, 除以 2, 這個是 x 三方, 除以 3, 這個是 x 十方, 除以 4, 完全全就是, 我們在這裡的, Maclaurin Series 的前面那些項, 當然, 如果你用 Taylor Expansion 定理呢, 去考慮這個微分, 又怎麼怎麼怎麼的話呢, 一樣可以得出同樣的項, 那這個我就不說了, 那最後呢, 就是負 1 的 n 方, x 的 n 加 1 次方, 除以 n 加 1, 好, 問題就是說, 是這個余向, 這個, 我們叫這個就是我的 rox, 只要我說, 這個余向如果去向 0 的話呢, 我就成了, 對不對? 我們整個 Taylor Series 的想法, 就是這樣子, 當然這個余向不是 Taylor Expansion 定理走出來的, 這個余向是, 就是, 利用我們的一般的, 那個, 極速的, 一些運算走出來的, 好, 最後這一步, 已經到尾聲了, 好, 我們的余向呢, rx 呢, 它的絕對值, 是等於什麼呢? 這些負號呢, 事實上是可以拿到的, 好, 就是等於 t 的 n 方, t 的 n 加 1 方, 除以 1 加 t, dt, 不是這樣子嗎? 那些負的, 你拿絕對值以後就沒了, 好, 然後 x, 我這裡考慮的 x 大於等於 0, 好, 是這樣, OK, 那, 如果 x 正的, 這個 1 加 t 就會比起, 1, 它是比 1 大, 那反過來, 就是比 1 分之 t 乃的小, 不是這樣子嗎? 好, 這個是 f 小於 g, 所以它的 g 分, 也有小於等於, 就這樣, 而這個是等於 x 的 n 加 2, 除以 n 加 2, 然後另外一邊是 0, 就沒東西了, 好, 你記出來呢, 是這個項, 然後 x 小於等於 0, 大於等於 0, 小於等於 1, 這個小於等於, 只要它是小於等於 1 的話呢, 這個東西都是對的, 然後, 這個是去向 0, 好, 這個魚像, 弄了一些不等式以後, 最後, 它是小於這個 n 加 2 分之 1, 而那個是一個很明顯, 就是去向 0 的一個數列, 因此呢, 夾雞就說, 這個東西也是要去向 0, 好, 是這樣子, 那 x 是 0 跟 負 1 之間, 就不一定等於負 1了, 不能等於負 1, 那也還好, 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積分還是一樣的, 如果它是負的話呢, 我這個積分次序就要改一改了, 它是 x 到 0, 然後, 就是 t 的 n 加 1 次 方, 我這個分母, 就會比, 它最, 最小的時候, 就是 1 加 x, 當然這個 t 等於 x, 它是一個負數, 它一定比這個數來的小, 好, 那這個積分出來呢, 就會是 1 加 x 分之 1, 其他的, 我們就跟剛才的一樣了, 好, 你積出來, 還是 x 的 n 加 2, 那這個 x 是負的, 不管它怎麼樣子, 反正呢, 我們拿正數, 好, 另外一個像呢, 就是 0, 而 x 固定的, 所以呢, 那, 事實上, 又是這個 n 加 2 的, 事實上, 這兩個都是, 都是去向 0, 分子也是去向 0, 分母也是, 也是很大, 讓整個分數是去向 0, x 固定的, 所以, 這個也是去向 0, 那, 所以, 無論 x 負 1, 我的, 我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 x 負 1 到 1, 它可以等於 1, 好, 我們這個余箱呢, 都去向 0, 換句話說就是, 我這個 logarithm呢, 就會是, 等於, 我們的這個奇數, x 的 k 加 1, 除以 k 加 1, 從 0 到 5 重, 好, 這個就是 logarithm mix 的整個展開式, 好, 我想呢, 我今天呢,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呢, 討論了這個 teleexpansion 的定理, 的證明, 然後, 我們舉了四個例子, 那, 前兩個例子呢, 是蠻標準的, 甚至我們有一個普遍的定理, 但是後面兩個例子呢, 就, 我們發覺呢, 要用一些別的方法, 去找出這個所謂的余像, 然後去證明這個余像是去向 0, 因此, 我的 Taylor series呢, 就是會存在, 而且你看到就是說, 這個範圍是最好的, 那在書上呢, 甚至是說, 給出一些證明就是說, 如果我的 x 大於 1, 或者是 x 小 1 等於 負 1, 呢, 這個 series呢, 一定是, 這個不等於, 不會受戀到這個 ln 1 加 x 的, 我們可以證明的, 每一個事情都, 都可以講得很清楚的, 那這個就是 Taylor series, 那我們呢, 星期四再繼續。